如何把鸡蛋炒饭做得粒粒分明 苛苛饱满松软可口 由于剩饭呢 它会有一个脱水的过程 所以米饭会形成这种自然的粘连状态 那我们这会儿就需要给它补充水分 加入清水之后 直接把米饭抓匀 加入鸡蛋黄 两个 鸡蛋筋下锅 拌匀的米饭下锅 火力控制在中火的状态 如果火过冲的话 很容易使米饭成团 加个水的米饭 通过这种炒制 可以看到已经达到了粒粒分明的状态 加入蛋白 调入盐 胡椒粉 火腿 黄瓜 胡萝卜 加入香葱 干红 关火